嗨 大家好 我是一颗 这就是在我们 In-Design Lab 里面的LED Screen 也是全码最大 Indoor U-shaped LED Screen 很多朋友都问我 怎么选LED Screen 现在大家去找LED专家 登登 这就是我们的LED专家 Sam 哈啰 今天要看看 你们的拳头产品 那其实呢 在LED呢 我们有好几个系列 就是有分别在于 是户外呢 跟户内的 那这个其实你看到呢 就是一个L-shaped的LED 这个我们是 outdoor的 所以其实你看到 一般上现在很流行的 这种3D content 其实就是有 我知道知道 那种龙会跑出来那种 效果为什么呢 就是从这个L-shaped的形状 它有做一个box up 所以它的那个content 就可以做成那个3D content 而且这一个产品 也就是真正的 我们拿到的 Malaysia Book of Record 就是在Kalanda Jaya的 LTP Highway 那个highway 大大的buildboard 这个天桥的 其实就是我们 In-Design Lab 做的 一个product 厉害厉害厉害 对它的动画会很出来 就好像 你们现在一般上看到 在Pavillion的那种content 其实就是用这种L-shaped的 嗯 2Y的LED 我觉得现在很适合 如果你是shopblock 你的corner 赚这个 哇 够牛币 现在这个也是一个需求 所以如果 好像一些比较 branding的公司 他们要打造他们的普派 可以考虑用这一些产品 因为它有那个3D的效果 有那个animation的效果 讲到那个LED呢 听人家讲 outdoor那些很吃眼的哦 其实要看你如何 怎样去搭配 其实背后我们还有很多 这些speak bug 我们需要去搭配了 就是它有跑过一些 power supply啊 还有后面的一些 hardware咯 所以有时候你看到 为什么会这么 刺眼 那个颜色会这么亮的时候 可能它的搭配不是这么好 所以反正我们 这么久在market的话 其实很明显 因为这些是一些 看得到的产品来的 那interlight可以 sustain这么久在market 12年了 就是因为我们 把我们的这个product的quality minted到很好 真的是非常专业 这款呢 我们就叫做透明瓶 哇 看到里面了哦 适合放在什么地方呢 现在如果你去到一些support market 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什么地方 其实你都可以看得到了 很多的连锁店 他们都可以放这种透明瓶 那为什么透明瓶呢 就是好像有一些 品牌啊 学者的品牌啊 它可以放它的产品在背后 哦 所以它就用它的亮度哦 来吸引你 然后同一时间呢 你也可以看到它的产品在背后 要里面的真实产品 和外面的screen 来 2-in-1来配合 attract walk-in那种 pass-by的一些shopper的眼光 其实也是很重要 其实我们做window display 其实经过的人才几秒钟 可以令到人家吸引停下来看 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可以用它的亮度哦 第一来吸引这些顾客 然后同一时间 它可以出画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故事性 然后同一时间 也可以连带性你后面的一些产品 除了在shop 之外 还有什么地方适合 啊 近期内啦 有没有听到一个地方 在美哥 人啊 哦 演唱会的地方 这大大的square演唱会的时候 三片的嘛 很大片的嘛 哇 那个很大哦 其实为什么要用这个透明瓶呢 因为其实它有一个卖点 就是它比较轻 一两年前我们看到那个香港的演唱会 是不是有一个显示屏片 对对对对对 因为很重 所以我们就把它用成这个 Transparent LED透明瓶 它轻 然后就很容易安装 这一块呢 其实它也是算是一个透明瓶 嗯 它的透明度呢 没有比这个这么透明 所以它的画面呢 可能你可以看到会比较出来 所以有时候好像有一些连锁店啊 他们觉得他们不是那么要显示 他们的这个product 他们只是要用这些透明瓶比较轻 所以他们可以选择这一种 那我们就看它的需求 我们就会提供什么是最适合他们的一些产品 哇 这个可以包整个pillar的哦 对 其实这个呢 它也是一个LED显示屏 其实我们是打造给一个 银品的一个品牌啦 就是讲 除了是在那些 outdoor indoor之外 其实customate就是那种shape也可以 我也觉得可以包在pillar啊 可能酒店的大堂啊 只要你想得出 他们都可以帮你做得出 做event的也是蛮适合 这边呢 就是刚才我们有看到有户外的 然后我们也有这个透明瓶 其实这两个呢 就是in-door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我们会有两个in-door LED在这边呢 所以让我们的顾客可以做一个对比啦 所以其实你看呢 我们右手边这个呢 我们就叫做p3 然后这个就是p2.5 其实p2.5跟3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它的灯珠的距离 如果说你的灯珠越密的话呢 你的那个高清 高清就比较高清 但是当然我们也是要看顾客的需求 嗯 在哪一个距离 适合什么我们就推广一个什么给我们的 对对对 就是讲 肯定是越高清越贵 但是可能你的地方不需要那么的贵的话 他们也可以提示你 其实p3也够用的 我们的p3哦我们特地做到有这样子的设计哦 就是有给顾客一个idea哦 其实LED不只是可以试试方法 或者是打直 或者是打痕 也可以做到好像是这样子的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design view 我们会给顾客知道 我们可以做到这样子的需求 诶我们的in-design lab的LED 就是2.5 就是让人家可以one to one 做一个对比你的厨房 你的客厅啊 可以过来我们这里体验 又会可以去到阿SAM 这么多的LED那边去体验他们的设计啦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在你的地方那个 为什么我们要做到这样子 好像一个U型 因为那个的效果 我们就可以当作它是 一个paralomic这样吗 还有一个demersive的感觉 对对对 这个我知道Mitech也是你们的顾客 对啊 其实Mitech这个是非常一个好的project 我们可以share啦 就是当初呢 其实这一些都是一些banner来的 那它的management就有一个idea 来到想要把这个地方 打造成一个digital的地方 因为它有很多的event 那我们就跟它谈了过后 我们就把整个Mitech 所有的banner的地方 换成去LED 这样很方便哦 直接换就不要再映出来 所以讲除了是Mitech之外 我所知道的 还有很多就是这些 shopping mall所用到的显示屏 那这些呢 我们就叫它是一个digital signage 然后我们有分成两种 一个就是有touch的 一个就是没有touch的 然后这些呢 其实它是圆形来的话 那是摆尺寸啦 我们有43寸 49寸 55寸 然后这些的用处呢 其实它就可以放一些照片 或者是你也可以放一些video 去把你要delead one message 给那些顾客看到咯 然后如果是touch screen的话 就是其实好像 你现在... Directory啊 你按人按 对 你要知道这个店在哪里啊 或者是你要知道 这个方向你要怎样去的话 这样我们可以用到这些directory 是touch screen的咯 这样commercial outdoor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 office 嗯 现在去看 讲到outdoor in door这么多款的LED啊 我所知道的LED也可以用在office 对 在office的话呢 我们其实也有这种interactive的地位啦 其实主要呢 这一些的功能呢 它可以做一些presentation 然后它也可以转成一个smartboard 所以你可以写啦 这些呢可以取代一些presentation 我所知道因为好像commercial use的LED 和house use的residency 是不一样的哦 对 因为在commercial的话呢 它的用处呢 其实你可以不断的一直用 因为长时间 lifetime比较长一点 而且commercial有听你讲过 好像在很多shopping mall里面 他们的menu 长期24小时开着 它的lifetime 至少五六年都不会设计 所以它的grade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时候很多人会误会 为什么我在 好像一些电器店看的电视机啊 跟你这种的电视机啊 可能它的价格会相较这样远 其实它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这样除了这些电视机之外 还有些什么是适合办公室用的啊 那我们好像就看这一种 这个其实呢 就是蛮特别的 就是我们的其中一个产品 它是一个双面的 我们叫做 vegital signage啦 它是一个lcd啦 其实这个用处呢 我们是专注于给这种美容店的 因为它是一个双面的lcd 所以它的亮度呢 其实就是说好像一些美容店哦 你可以把它face在外面 它的亮度就会比较亮 然后坐这里面的话也可以看到 它可以target一些外面经过的人看到 也是可以在里面哦 你从中在等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它那些message啦 而且这种这样子的产品呢 在马来西亚 我们是算是customer啦 所以其实interline呢 是其中一家公司 那我们可以做特别定制的 嗯 就是你有什么需求 你可以跟阿Sam讲 还有可以帮你customer 而这个我觉得不错 真的是前后都有 我知道的是 两边都可以放不同的content 那个才是厉害 就靠software的 哎 我知道之前你看到你的project 你把整个office的screen 也变成led哦 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其实在现在的趋势呢 其实在office呢 那你也可以放led 因为led的做法 它可以有很多变化 除了你可以deliver一些presentation之外哦 也可以把它设计到 好像一半你要放照片 或者是一半你要放你的影片 或者是你要 可以把它分隔几个格子 去放你要的东西也是可以 就同一时间呢 如果你要在做presentation的时候 你可以有很多part 不一样的东西去呈现 你要呈现的东西 嗯 所以led它真的是可以局部局部用 然后可以多功能的去用 对 而且在led的功能里面嘛 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叫做push content的 就是不管你在哪里都好哦 如果你有连接到这个网络的话哦 你都可以通过一个app 去 send 那个content进去的 所以你就不用时时刻刻 好像要放USB啊 或者是就是放走content 刚才我们讲到的one stock 什么是one stock 很重要 啊现在我们去看看他们的maintainment部门 哦 这就是maintainment room 这一边就是我们的maintainment room 那主要呢 其实你看到这边呢 有很多我们的speak part 其实这些啦 module呢 就是我们显示屏的一些speak part 那我们其实再买一下 我们其中一卖点呢 我们的advantages呢 就是在于我们的local maintenance 其实可以看到我们有盘队哦 其实很快速的在这边哦 修理我们的盘 所以其实有顾客的led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就可以很快跟他解决他的问题了 所以一般上呢 其实有存货的话呢 他们是一般上把一片坏的led换下来 把一片新的换上去 由我所知道 因为大大的led都是从小片小片组合起来的嘛 哪片坏就拿哪一片去做maintain 然后我们可以很大胆的跟顾客说 就算今天你的led去到三年 五年或者是十年 我们都有足够的speak part 去帮你去修理 这个就是我们的强度 为什么我们叫我们自己是一个a to z的公司呢 这个就是那个原理 所以我们很注重customer的诉求啦 我们不只是买卖 然后过后我们就什么都不理 我们是从a to z到maintainance 到一块 主要我们要让我们的顾客用得开心 也安心 因为我有很多设计师朋友 都是他的顾客 就是从他的安装啊 铁架啊怎么custom make啊 Astem他们的公司 都可以一一做出来 所以我们是真的是一家从 design build 然后到自己的铁工 到自己的电工 到自己的安装 然后到最后呢 就是我们的自己的locker的maintenance team 这就是你们的mountstone 对 这边看到的话 其实我们公司是成立在2013年啦 当初在这个时段的时候 在马来西亚显示屏还没有这么流行啦 其实为什么我们那时候是选择这个行业 因为在中国已经流行了 然后我们看到在马来西亚 其实这个行业是可以有这个爆发的 然后我们就把整个solution带来马来西亚 然后我们就是从2013 start了我们的这个LED business 一路走来呢 然后我们也通过自己的一些connection 然后拿到一些project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mercedes 就是我们的顾客咯 然后其实在2017年呢 我们也是建立过一个portrait size的 马来西亚最大的一个LED 在2018年呢 我们就有自己的一个工厂 这个工厂就是在巴拉公 我明白啦 因为怎么说 你在这个行业很出名啦 好啦我的影片到这里结束 如果对LED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或者直接评论我们 感谢影片点赞留言分享 下个明天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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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